譬如我們之前看,Acid是可以跟Hydroxyl去做reaction 譬如我當作用這個 它就會這個黏這個 然後這個黏這個就變成了水 這個也是我們叫做Soq 因為這個是Metal再加上Dunol Metal 除了這個之外,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Oxyl 這個會黏這個 都是生成這個 而這個H和O 都是一樣變成水 它生成的東西是一樣的 那我就說這兩樣東西 我們都叫做Base Base 即是凡是跟Acid 去react 會生成Soq 和水的東西 就叫做Base 簡單來說Base 基本上只有兩種東西 一種就是Hydroxyl 一種就是Oxygen Oxygen 基本上這兩種 因為它要形成水 所以一定要有O和H 或者Ox Target Oxygen проблем burg 然後可以跟Base 相 idea 剛才剛才看了,Base會和Acid會反映 變成Solk和水 這是第一個 第二,以這個之外,例如Base 我當作是Hydroxer 可以加上另一個Solk 例如它用這個 因為這個都是靜的Iron 可以當作是Metal 這是負的,都是屬於Solk 一樣是這樣的組合 這個和這個組合 而這個和這個組合 就變成另一種Hydroxer 就變成了這個 而這個,是一個很弱的Hydroxer 不穩定的,很容易變回 變回Armoneal Gas和水 一旦有了Hydroxer 就變回了 代表這個反映才會有效 所以什麼時候才會有效呢 就是這裡有這個Hydroxer 那什麼時候有這個Hydroxer 就是因為這個Hydroxer 有Hydroxer 所以這個Solk 要是Hydroxer 是Hydroxer